創下今天事實上 又有一艘中國漁船 在金門周邊的海域 有翻覆 還好六名船員當中 有四名獲救 不過不幸 有兩名死亡 但是呢 事實上中國漁船的事 鬧得最大的是 菲律賓這一攤 四海都有中國人在鬧事 所以全世界都在反感的時候 沒有想到習近平 完全沒有檢討 他在兩會期間 特別到了海警 和解放軍的那個船組裡面 還要求解放軍要整合海警 要統籌海上軍事鬥爭做準備 還想要繼續鬧更大 但是在習近平 這麼囂張的一個情況之下 第一個站出來 公開跟他對嗆的 是你想都沒想到的菲律賓 那小馬克思呢 他剛剛那個畫面是在德國 在德國裡面 特別重申的是說 始言捍衛菲律賓的海事主權 然後這為什麼在德國講呢 因為他在歐洲 希望歐洲要支持他 2016年 菲律賓對於海峽國際法院 做了那個裁決 希望各國還要繼續支持 那另外一個 他底氣為什麼這麼重呢 是因為美國絕對挺他 雷蒙多用總統代表團的身份 去了他 給了他10億美元 而且稱讚他是令人非常興奮 做的是正確的事情 所以將來還有做更多正確的事情 好處一定會更多 然後這個好處在哪裡 19號 顯然就小馬克思會非常期待 因為19號布林肯要跟他見面了 美國國務卿在去了 所以我相信小馬克思已經充滿了期待 菲律賓很多人也充滿了期待 最重要的是他們在談的一個事情是 下個月 日本 美國 還有小馬克思 三方高峰會會在華盛頓舉行 那當然裡面的關鍵 還是南海這個爭議 還是南海這個狀況 那菲律賓現在呢 整個腰桿都挺起來了 挺起來之後呢 雖然中國 還是他們也看到了 50艘的軍艦 船艦 圍在仁愛礁附近 但是 但是那個畫面也有嘛 目前還有這麼多 然後中國就悄悄的 給了11份文件給菲律賓外交部 說我們這個是一個提議 我們可以來討論一下 討論一下裡面的內容就是說 光於仁愛礁 光於黃岩島 餘權的管理 和一些協商的內容 結果菲律賓外交部出來直接否認 沒有這回事 絕不接受 為什麼 因為你在討論餘權的時候 其實是一個陷阱 菲律賓不能接受 這個陷阱就是 但是認為那邊 主權有爭議 所以跟你只討論餘權 沒有這回事 菲律賓也完全的拒絕了 所以現在菲律賓對於中國鬧事 是硬起來了 然後沒想到中國鬧事呢 整個東海 黃海 南海 台海已經鬧的這個樣子 他跑到印度洋 也去鬧事了 哦 印度洋 連印度那邊都好去鬧事了 而這次鬧事是什麼 兩個月之內 他兩艘最重要的海洋科研船 向陽宏一號 向陽宏二號 都被發現 向陽宏二號呢 是跑到了 南亞瑪爾蒂夫去 向陽宏一號 進到了孟加拉灣 其實向陽宏 他只是一個母艦 他其實是探勘 他最重要的是 他可以載那個 潛到水下 七千公尺的 交龍潛水艇 那交龍潛水艇到水面去 到印度周圍 他帶了這個 去探勘下面的水下的地形 那不是對印度來講 就是你在喜馬拉雅山那邊 跟我已經在吵了 你是在偷看 我將來的一個海軍 可能做這種狀況 所以印度也在監控 而在這個情況裡面呢 對台灣 他當然持續的騷擾嘛 那持續的騷擾呢 就是昨天 又18架的軍機 繞過台海中線 而這次繞過來之後呢 同時 有幾架往北飛 繞到我們的北邊 有幾架往我們西蘭空域 有的甚至是更南非 繞過巴士海峽 到達我們的東部 繼續去干擾我們 那他幾乎是環島圍倒我們啦 對 所以日本就說 其實整個中國 在做一個前行的攻勢的準備 包含是日本也公布 12號的時候 從東海那邊 直接飛出一架 運久的情報偵察機 加上兩架轟漏 一起從東海直飛 攻鼓和沖繩 海空上面上去 去了以後 到達太平洋 再直接原道回來 同時 中國還有一架無人機 也在附近盤隨 所以就在這邊繞 那就在這邊繞的時候呢 現在全世界 對於中國這種鬧事呢 都越來越有因應對策了 所以這個時候呢 我們前幾天不是看到嗎 就是我們的海風大隊 那個飛彈車 看起來像貨櫃車一樣的 上次是在整個台東市區出現嘛 這一次直接拉到了 濱海公園 有七輛車 一次在那邊爬開 然後有四輛 把那個飛彈架頭升起來了 就告訴你說 我們也在嚴格的一個監控 就這一個畫面 對 然後裡面 其實我們 說我們國軍就秀這一種飛彈的列車 然後秀給老公看 叫他不要太囂張 因為他上面有熊二熊三 然後熊二熊三 然後這個 然後其實呢 我們有幾輛哦 做的就跟貨櫃車一模一樣 到時候你放在哪個停車場 你都不知道 這個就是我們海風大隊 而且他是機動的一個熊二熊三 而且他這個車隊在台東 感覺非常多座車 七輛 七輛 但是他這次在濱海公園那邊 四輛還把那個飛彈架給架起來了 就是說 你有蠢動 隨時按鈕 只要就是我們叫第一級定義 你只要侵入十二海裡 就是進入第一級的一個範圍 就是給中國做一個警告 這這麼多的一個情況裡面呢 當然了中國最近呢 也是氣噗噗的 為什麼氣噗噗呢 就是因為我們昨天講的嘛 美國首次在2025年的預算裡面 單獨把台灣列出來 軍議員一億美元 這一億美元的那個象徵意義太大了 就是從此之後 台灣就是非常美國最重要的主體之一 所以中國今天呢 也氣噗噗了 國裁辦就出來了 要求美國停止武裝台灣 然後在這個過程中呢 他們就創造了一套新的理論 就是他們認為在海洋法裡面 台海不是國際海域 台海呢就是他們的內海 他們只是允許一些國家 無害通過 然後呢就罵了一下民進黨 民進黨充分的配合美國 然後徹底的配合美國 這叫做民進黨賣台無底線 哇今天實際上是有國台外來 罵人是賣台 這也是中國你就知道 他們面對這個情況的一個狀況 但是呢 美國的軍事新聞網站 直接更進一步告訴你說 美國不再怕的 美國軍事新聞網站公佈了一個資料 我們前幾天就講了 最早是美國之音說 特戰隊常駐台灣嘛 那今天講得更仔細了 更仔細的是 過去這個綠扁帽 他們在訓練台灣的主訓 包含用那個 上次昆宇有拿出來那個小小的無人機 這個情況只要教我們訓練之外 過去去年的時候 他們是在龍潭 現在是常駐金門和澎湖 兩棲作戰指揮中心 所以他把這個講得更具體了 這美國就告訴你說 我們捍衛台灣 就是像美國五角大廈講的 會隨著中國的威脅 而隨時激動的改變 然後當然這裡面的改變裡面呢 美國國會議員就更看到了 既然要這樣子 就對台灣要有更多的合作 所以他提案 一方面是突破一中 就是因為他們現在跟美國 NASA 跟美國 美國跟中國的航天總局 目前的合作協定 也快要到檢討的時候 那乾脆跟台灣的太空中心 對 來簽訂一個協議嘛 協助台灣 有一些先進的 更好的太空科技 那事實上呢 我們也不需要發射那種長征五號啊 或者那個神龍啊 SpaceX這麼大火箭 但是低軌衛星 對台灣的幫助可就大了 對 所以美國願意跟我們合作 那另外一個還帶了一個 所以萬一我們通訊 真的被鎖導 或者圍導而斷線 或者斷網的時候 低軌到衛星 就可能可以拯救我們 對 所以NASA跟我們的合作裡面 其實也是護台的一個 很重要表現嘛 但是另外一件事情更重要 它下面帶了一個 是我們大家比較不熟的 美國國家海洋記大洋氣象局 這個是什麼 它叫簡稱NOVA NOVA NOVA它其實 從二戰結束之後 到現在為止 70年的時間 全世界有十幾萬具水上水面下 一直到深海裡面的監聽器 他們收集了 70年全世界最大的 所有深文資料庫 它的深文資料庫強大到 一燒東西過去之後 它會告訴你 這是金魚還是潛水體 這個潛水體是柴油的 還是核子動力的 那三個螺旋橋裡面 有一個螺旋橋上面有騰壺 聲音造成不一樣 它的資料到這麼好 那這個東西 如果我們真的有合作 取得這種水文資料 那我們的海洞艦 將來就會鎖向無情 好那這幾天 所以NASA飛機 三度飛來台灣 那各界就高度關注 台美之間的太空合作 也可能更加緊密嗎 其實台美之間的太空合作 本來就一直很緊密了 我們有一些狀況呢 是因為呢 有一個狀況是 包含大氣層裡面 電離層裡面 台灣這邊的上空 電離層稍微厚了一點 所以有很多時候 衛星在那邊導引的時候 要做一些校正 所以我們服衛七號 當時送去跟美國合作發射的時候 有三個仇宅的儀器 是美國空軍放的 本來就有這個合作 但是那以前 還是用科學研究的方式 那如果真的 這個議員的提案通過了 不但是在政治上 有更強的意涵 以後我們跟美軍 跟美國的這種軍事 還有太空科技的合作 那就可以更公開 而且更明朗更先進 哈囉大家好 我是林冠 我有全新的官方個人頻道 叫做林冠說說看 歡迎大家跟我一起來說說看 也歡迎大家訂閱分享 按下小鈴鐺